第39,3940题主,将碳粉和与氧化酮粉末均匀混合后,置于室管内加热,室管口与导管通入沉浸石灰水,发现石灰水变混浊了,实验装置如右图所示,请回答39-40题 39题问,请问下列关于此实验的叙述何者错误? 我们看到,它是我们的碳加上氧化酮,因为碳的活性大于酮,所以会变成酮加上二氧化酮,这也是只写出反应的结果并没有平衡,所以它说二氧化酮通入沉浸石灰水,因此它会有白色的混浊 这里我们看到有人得到氧,碳得到氧,有人失去氧,氧化酮失去氧,所以它是一个氧化还原反应,所以诸选项是对的 那么我们知道,碳可以把氧化酮的氧抢挂来,所以我们就知道碳的活性大于酮,所以C的选项也是对的 我们看到方式最后会产生酮,红中色的酮,所以A选项也是对的 那我们看到氧化酮失去氧变成酮,所以它失去氧叫做还原,所以氧化酮发生的是还原反应 所以B选项说,发进行氧化反应是错的 所以第三九题问我们说,请问下列关于此实验的迅速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B,此反应中氧化酮进行氧化反应错 它进行的是还原反应